南太平洋有个神秘国道 这里传说满天飞 传闻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癌症的国家 传说这里的水全球最好又最贵 也有传这里的人流着篮球的血 更有传说这里远古时有食人暴落 世界零距离带大家深入传说中的匪制一一求证 匪制被称为南太平洋十字路口 是区内海运和航空枢纽 全国由三百多个岛序组成 岛序多传说更多 最出名的传说是过去四十年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癌症患者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癌症的国家 上传因为空气和水源好 生活压力又小 加上整天吃桥墨和幸福 我们在匪制过几星期发现这里的人小吃这些东西 反而经常吃另一种成物 诺泥果 也有人叫做嘔吐果 因为味道不是人人支持得住 有人说他的样子丑 也有人说他的味道很臭 不过匪制人就当是健康产品 还称它为超级生果 lotion 对 匪制人相信吃了有助增强免疫力 保护你的系统 从这种疾病 像癌症、胃疾症 你有心疾病 相似是有机器 但你需要防疫系统 美国当局和本港肖委会曾经警告其他产地的 下例果汁 说宣传的医学价值成疑 那匪制当局又怎样看呢 Noni 是一种怪畜 因为有没有证明的证明 它对人人的病毒影响 那匪制又有没有癌症病人呢 我们深入医院调查 无奈就有发现 这里是肿瘤科 这种疾病是非治疗 不许有没有疾病 无癌国 真还是假 这完全是不正确 我不认识从哪里 非治疗价值 世界上最高的症状 癌症原来是匪制第三号杀手 社会资料说匪制八十几万人 每年大约有1100宗新增癌症个案 发病率每10万人大约有129宗 每年平均大约700人死于癌症 乳癌和子宫颈癌最常见 当局说以前少癌症 但城市化下民众吃多了快餐 懒运动引致超重 但这里连化疗电疗设备都没有 当局计划兴建专门医癌症的医院 匪制不少人有癌症 外界未必知道 但匪制的水很多人都知道 矿泉水是匪制第二大出口货物 每年出口总值6亿多港元 最出名的匪制水 标榜来自偏远山谷地底 含有丰富矿物质 它也是全球最贵矿泉水之一 比其他卖贵最少两三倍 超过八成卖去美国 奥巴马总统都是捧场客 冰冻后的匪制水清新可口 室温下的更加体验到天然味道 每一滴都是绿色 以上是匪制水公司的宣传广告对白 广告是否可信 一遇来个小测试 这里一瓶是匪制水 一瓶是我们由香港带来的矿泉水 匪制人分不分得出呢? 我认为是什么? 我认为是有质的 我认为是质的 质是稀有的 质是在质上的 但质是质不嫩的 everything here in Fiji 它是自然的 这边是质广尔的 这边是质广尔的 质广尔的 但在菲寺人们都不能赶紧那些水 因为他们没有资金 才能赶紧那些水 果然深入闻心 难道匪制水和匪制的水源 真是性人一筹 菲寺水 自然是 不相似任何其他水 你可能会找到其他地方 我认为 它不特别清晰 卫生部官员这样倒自己米 又说部分乡村水管和水厂残旧污染食水 基础供水设备不足 很多地区不时制水 不过匪制人最喜欢喝的未必是水 而是另一样东西 到部落看看是什么 这种胡椒类植物的根部 磨粉再加水 就是匪制饮品卡瓦 卡瓦 西瓜就走了 看下一次泥水 它含有镇静剂 喝完舌尾会麻痹 是匪制喜庆宴客的指定饮品 妈妈 妈妈 一碗套真情 尤长华曾经来过香港 我认为香港卫生 我认为香港卫生 很棒 我认为香港卫生 两碗落肚 文歌喜舞 究竟他们在唱什么 跳什么 我们听不明白 连我们的本地人导游都听不明白 他说匪制有三十六种方言 没有什么人是认识的 不过 大意都是那句 匪制欢迎你 转去另一道看看 这条是全匪制最古老的围赛赛村 尽从传统习俗 男人要穿裙 尤长以外 人人不可以戴帽 亦不可以碰人家的头 因为匪制人认为 头是最神圣的部位 摸头会令灵魂消失 外人不能碰他们的头 谁摸得呢 父母得 医生得 发型师得 自己都得 别看他们笑笑口那么友善 百多年前 他们祖先是食人族 有英国传教士不小心碰到 尤长的头 结果被人吃了 匪制人深信食人可以以形保刑 这不是食物 而是力量 而是力量 吃脂肪 吃脂肪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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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土人慢慢被感化 放下徒刀 信了耶稣 遗塞塞村又叫总统村 这里是匪制总统总理 和大法官的姚南 村民还很有语言天分 面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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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 叶子 教堂 牧师 教堂 教堂 很多中国游客 从中国 北京 上海 美好 多谢 不老的死 不老的死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你 中文在匪制很流行 家印这里有华人 不少海外华人的故事 都和陶金有关 匪制都不例外 百多年前 一班原本在澳洲陶金的华人 因为当地行业色味 转来匪制打工 成为这里第一代华人 现在匪制有大约6000个华人 有人说这里胜在吃得放心 海鲜也是野生的 种植的又是 会有化肥又有農药的 比国类的 拓来的那些 香蕉那些都是吹熟剂的 匪制亦为部分香港人 提供安全感 九七回归前 曾经有大约100个香港家庭 申请移民获批 香港人的心理 是一个保险性质 即是九七之后 没有事 我就不走 结果我们还联系到的 这100多家 是有10家左右 是有去到匪制居留 香港人Alice 80年代 已经跟着父母移民 这里 个个来看 觉得挺放鬆的 起码知道 那些小孩大了 不用太压力 匪制人 真的没有压力 这个瑜伽班 就有匪制学员 有工作 有钱 有钱 有问题 有孩子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不意外 最意外 是瑜伽班的导师 是香港人 曾经在香港银行 做事的Rachel 因为健康问题 辞职学瑜伽 他两年前 和澳洲男朋友 搬来匪制 开班授徒 出名紧张的香港人 教匪制人 放松 行不行 匪制是一个商业的中心 在整个太平洋里面 很多时候他们都要去其他太平洋的国家出发 做一些工作 所以 其实未必是外界的人觉得他们这么放松 瑜伽令人放松 这行运动就令人很抑郁 下节带大家看看匪制的篮球神话